我很早以前看过《岁月神偷》 那咱们真的太有缘分了 因为我这一次很想用那首歌 那首主题曲 我们主要想讲的是一个 关于不要埋没自己理想的一个故事 无论你生活的压力有多大 当你觉得崩溃生活很无趣 当你心里面那个小孩 他一直都在 关键诗歌他会把你给唤醒 这个是别人家 对 这边是我们 好的 这个是学校 那我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我们复原了一个小小的他的学校 因为导演就说 越真实会越有代入感 然后他就完全按照我中学的 那个建筑来做出来 等名字都打在哪 我就觉得有点太 对 太近了这个力量 这算是一笔多少 这个差不多是三分 好的 所以缩小了百分之三尺 对 来 欢迎来到我的家 也是迷你版的 为什么把家和小学校的场景 做成这种迷你版 想表达 小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最大的 没有被任何东西局限 就觉得我是矩阵 而且这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会让人更带入所谓的 潜意识世界 虽然有很多问题 但是问题很明显 放上话 放上没问题 真的很好看 超棒 一般你心 我觉得志庭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大家在现场就经常会运动一下 然后跳跳舞 然后唱唱歌 这么有弹力 这还挺可爱的 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这么玩回来 我 劲了 我越发觉得尤其是表演 音乐这个东西 严肃是帮不了你的 严肃跟认真是两码肠 不能不认真 我在想要不要藏的什么东西 在沙发里面 就好像可能我小时候老会藏的 可以 没问题 我要找那个体内下的词跟情绪 我现在有点难受还是 这刚才挺好的 就是唱完之后 我觉得那个歌就可以没有了 他在工作的时候 我知道他很认真 但是没有想到他真的这么认真 就是我们因为很多原因 戏都不停地有微微地调整 不要每一次调整他都在顺词 你才不懂 他会帮我主动地去分担一些事情 就包括说我男朋友的表演 他会一遍一遍地过 然后让整个过程很流畅 给很多支持